上次我发现 每次回到卧室开灯的时候 都会被触电一次 然后等我第二次去拨弄开关的时候 就会直接被电击晕过去 如果有办法让黑衣人 触碰到这个开关的话 那我岂不是可以制服他了 于是这次我改变了方案 回到家后 直接提前摆放餐具 并且将浴室里药柜上的安眠药 放到了水杯里 然后再邀请老婆共进晚餐 这个时候老婆她会回到房间 去拿提前给我准备好的礼物 关门 开灯 触发第一次电击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就会喝下我提前放了安眠药的水 致使她很疲惫 想要睡觉 就此结束了用餐 回到房间 在进房间的时候 她必定会关灯 接着我就躲进了衣柜 等待黑衣人的到来 来一个守株带兔 果不起人 黑衣人所有的行动 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她破门而入后 发现了躺在床上 重度昏睡的老婆 就会进去查看情况 因为房间里太漆黑 她开了灯 然后触电晕了过去 我成功的将她制服了 并且在她身上收出了一把手枪 一把刀 还要一部手机跟两副手铐 在我的言行逼供下 终于知道了黑衣人的身份 原来她跟我老婆的父亲认识 并且将她的父亲视为兄长 像家人一样的关系存在 她找上门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 而她每次问我老婆要的贵重物品 是妻子祖父留下来的一块怀表 这块怀表价值不菲 要得到她的原因是打算卖掉 就自己换了绝症的女儿 得知真相后 我陷入两难的抉择 打算放了黑衣人 可看着躺在一旁的妻子 以及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还是决定处决了黑衣人 本以为可以就这样结束轮回 没想到 时真再一次停留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又一次的失败了